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像是配股数量表这种的话 那你就选起来在哪边呢 在视窗这边填有时候比较快 所以有三种 这个单案就主要有这类似建名称的三种方法 也就足够你平常在工作上面会用到的 所以这三种好好用 多去使用习惯之后你应该也回不去了 以后如果你会定义名称之后 我想你还是会习惯用第一名称 因为真的会让你的公式变得非常的清爽 而且很容易阅读 而且基本上也比较 其他人如果看到 就是说你给其他人 他也一看就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再来的话就是相关的公式 所以相关公式我这边也有 反正第一个用微轮函数 那记得你可以用 当然你这边可以用C9 你选或者是你可以用F3去选择什么 选择这个储存格 这个叶基 然后呢记得除以1 配股数量表里面第三栏 然后呢比对方式是1 这边都有对照 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最后的话 如果我希望呢做完之后 能够每次假设有新的资料进来之后 我希望能够做出什么呢 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前面讲过 上个礼拜才做过 可以怎么样 一键完成清楚 一键呢 再把如果资料又更新了 那我又一键呢 可以把刚刚的公式全部又把它做完 我就做一次就好了嘛 那这个做法基本上 我前面也讲过了 这个都是丢公式而已 所以有五个栏位的公式 那只要跑一个回圈 加五个栏位 把公式贴到它后面 改什么呢 如果你这边只要切下一个 如果你看到下一个有变动的那个 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了嘛 对吧 所以这边可以知道 那这个的话 它几乎没变 为什么 因为里面都是名称 用名称的好处 其实完全不用改程式 这个的话是 这个也完全不会动 那也就不用改 所以你贴上去就好了 那这个的话呢 也完全不用动 所以你会发现 只有这个跟这个 里面改个I就好了 然后呢 一样嘛 就开启那个VBA 插入一个模组 模组里面的话呢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也许我叫做计算好了 那For I等于第四列 因为我现在从第四列开始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呢 输出结果到我的 D E F G H 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所以你就把这边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 先做一个 然后先用双引号码 然后就把它贴贴贴 改改改这样子 用贴的嘛 再来改 再把公式贴上 并且 加上这个地方的I 还有这个地方的I 这个都做过了 所以其实程序也没有多多少 就这样子 你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什么 再加两个按钮 清除 加一个计算 OK 所以一键完成报表 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但是就是要熟练 因为很多东西其实都有讲过 只是说你要能够很快的 并且可以用在你工作上面 马上看到效果 这感觉其实会蛮有成就感的 而且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 哇 怎么突然时间变得越来越多了 也没有什么需要加班的 因为我发现蛮多同学以前 就是他学完这个之后 并且用在工作上面 他告诉我的结果是说 他的工作 看到他的眼神就充满着自信 然后另外的话 他的时间突然变多了 他又可以花一些时间 再学习把VBA部分再学得更好 他现在已经越来越能够在工作上完全可以升任 所以下一个阶段他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思考说要不要待在这个公司 为什么 因为真的他的技能已经超过他目前的职位了 所以他就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其实学习本身就是能够让你有更多的机会 不是说恶性循环 很多其实都得过且过 反正算了 先上去做做 赶快换下一个 然后又是下一次 又再一次 那你会发现浪费太多时间 倒不如一劳永逸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一键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这一题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其他也没什么太多困难的点 我也把它录下来 还有云端上有参观的参考 剩下就是要动手 尽量把它练到熟练 其实技能 什么叫技能 就是我比你熟了 我马上可以做出来 因为我做过超过 超过一千遍的话 我看毕竟已经都会了 那你可能一遍都没做过 你可能一定还在想半天 所以这个大概熟不熟的问题 好那再来的话 待会请各位 再看一题好了 这个因为今天的时间不剩 所以我们再来看325这一题 人事资料分栏 那如果待会做完的同学 开启这一题 稍微看一下题目 所谓的人事分栏是 它本来是纵向的一栏 我希望把它改成横向的 1234 有没有 试列变成横向的 有没有 1234 变到1234 但是呢 我要怎么可以把资料放过来 但是放过来的时候 还要发现一个问题 前面的东西我要删掉 所以你可能要分成几个阶段 1放过来 2把前面东西删掉 那像这一题 如果你用V多函数就没办法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所以你用了什么其他的函数 可以做到我们要的效果 所以这个当然可能用什么 index 可以 用index也可以 可是哪一个简单 甚至VBA VBA也可以 可是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把刚刚这一题做完了 那我们也先在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325人事资料分栏的这一题 和风降低 轻唇宝 打赏iren 一点点 请访空